彰化县皮头香农会26日举办2020农情米义产业创新推广活动 即新建农产品集货厂落成启用典礼 县长王惠美与皮头香农会大力行销彰化优先农特产品 并期许新集货厂能扩大果菜运销量能 服务更多农友增加农民收益 我们在理事长和总监署最大的选拼任和农会团队 非常用心给我们台队的特色F4临近推广出去 因为运销的业绩越来越好 所需要的场地是需要再去做更新 现在要让农民吹风伏力 所以我们总监署农会向我们农委会的政策 一百七十多万 农政府補助六十万 这个事情之后我相信对未来的温宵一定如虎天意 有法带动由我们地方 让我们民众透过温宵的部分 南来北去 让我们有法得到最好的一个农民的收益 我们在农会目前是全国第2大蔬菜集散中心 我们农农的包装备 目前在通台湾省非常有名 而且每一年的法媒计算也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通台湾省三百控制农会 第2年的农会 也就是说我们赢三百金农会 我们这次在到農民市的农庭 政府的农庭和我们全国农会的农庭 给我们補助我们这次的一会儿 我们希望一会儿六成后 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农庭 更多的服务 让我们的农庭的务价格更好 今年产业创新推广活动 以啤酒米为主题 推出一系列丰富的米食饗宴 并集结青农 优质农员及产销班等一同展授 让乡亲朋友更加认识在地优质农特产 也更进一步认识啤头的产业特色 公益频道林俊明 啤头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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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